在高速公路上發生了驚險的意外 郭道1號 近五高架北上 鐵頂交流道 出口匝道 一輛小客車在清晨的時候 突然間衝出了護欄 從六層樓高的橋上 掉落到基隆河 行銷貨報趕到現場救援 還好駕駛自行脫困 沒有生命危險 說我來而已 馬上想要離開 不得了人車翻過高速公路護欄 衝下橋 掉入基隆河 舊南人員出動橡皮艇 在河面上不斷搜救 國道標牌快被撞斷 道路上還有車體零件散落 意外發生在中山高系五高架 北向提頂出口匝道 16號清晨5點多 衛星男子駕駛自小客車 不明原因突然撞擊曹化線分隔島 連人帶車越過護欄 掉落六層樓高的橋下 摔到基隆河裡 你看那三角就歪了嘛 它可能從中間掉下來 一下要這邊 一下要那邊吧 車速又太快 現場來回搜索 還好駕駛已經自行脫困 正等待救援 他表示車內只有他一人 後續送醫幸好沒有大礙 高速公路離奇墜落河中 警方吊派大型吊車 來打撈這台事故車 好不容易撈起來 發現車頭幾乎全撞爛 引擎蓋也掀翻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直打 高隊為求警察 曾在現場看員下水 查看確認是否有其他人員受困 這項部份由大調車進行排除 駕駛幸運只受輕傷 進行抽血酒測 雖然他並沒有酒駕 但怎麼會離譜自裝分隔島 是否有疲勞駕駛問題 還有帶警方進一步來釐清